高雄市山林区小分尾桥路段今天下午发生轿车自撞车祸 78岁邻近夫妻与亲友三人共乘一车疑似在下坡转弯处时控转上路旁水泥护栏 邻近夫妻伤势严重送往一大医院急救 索性送医后恢复意识 警方指出下午2点46分接获车祸通报 一辆从骑山往甲先行驶的轿车疑似自撞抵达现场发现 一辆轿车撞上边坡护栏车上共三人驾驶人未受伤下车打电话求救 但副驾驶座与后座乘客伤势严重 经查两人是林庆夫妻年龄均为78岁 救护车送往一大医院急救 目前已恢复意识事故轿车从骑山往甲先方向行驶 在下坡转弯处时控撞边坡 记者徐白银摄影分享 林家亲友三人共乘一车 车上两人伤势严重 记者徐白银翻射分享